如果你想学习如何用一个键盘和鼠标控制两台或更多的计算机,你就来对地方了。 许多小伙伴需要多台电脑才能完成不同的任务。 如编程、视频渲染或图形设计。 这意味着它们也需要许多不同的键盘和鼠标来控制每台电脑。 这些需求往往需要硬件KM Keyboard Video Mouse才能完成。 今天将分享一种只需要一套键盘和鼠标,并无需使用KVM的方法来实现。 Mouse Without Borders是一个强大的鼠标键盘共享软件,由Truangdu开发。 作为微软车库项目的一部分,它允许你控制连接到同一网络的多达四台Windows电脑,并在它们之间复制文本或托放文件。 这个工具的唯一缺点是,它只限于Windows、PC、不支持Mac和Linux。 在第一台电脑上,安装下载的程序文件。 安装完成后,点击Finish。 几秒钟后,你的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对话框。 询问你是否已经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和配置了Mouse Without Borders。 选择No。 然后选择左个角的Sleep跳过设置,你就差不多完成了设置。 现在你应该在屏幕上看到一个安全代码和电脑称。 不要关闭窗口。 继续在第二台电脑上安装MWB。 到第二台电脑上。 使用步骤一中的相同链接安装Mouse Without Borders。 在第二台电脑上。 当问到你是否已经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了MWB时。 点击Yes。 然后输入安全代码和第一台电脑的名称。 点击Link。 最后点击Next和Done。 开始在两台电脑上共享一个鼠标和键盘。 在它们之间拖动文件。 也可以复制和粘贴文件。 在任务栏右下角MWB图标上点击右键。 打开设置或按Ctrl加Alt加Alt。 可以定制你想要的任何其他设置如计算机布局、快捷键等。